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面板报价本季陆续回到现金成本之上 电竞及商用笔电面板也出现拉货潮 展望今年友达董事会拍板资本支出为350亿元 并瞄准高阶产品以及新产品的规划布局 群创则是225亿元 较去年实际支出增长了6.9% 将持续优化产品组合并加强非面板应用领域的技术 财经今年资本支出目标82亿元 年增152%是近10年高点 电子纸大厂元泰规划今年目标在50亿至60亿元的高档 作为扩产经费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不妨多加留意 以上资讯仅供参考 客新闻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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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